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颜值抗不抗打电视镜头说了算,杨子没啥,杨蜜贝贝没抗住镜头 前些年明星们只有精修图,好像还没有滤镜这一说,只有手机相机才有滤镜 可这几年,各大卫视的镜头都有滤镜 所以以前觉得,上节目可以看到明星们的真实模样 如今自带滤镜的镜头让人们根本不知道明星们到底长什么样 不过电视是个例外,电视不管什么镜头都不存在美言一说 所以明星们到底长什么样子,遇到电视镜头一目了然 也有人表示电视镜头就是照妖镜 被称为四千年美女的居镜一曾上过电视,对于她的美貌我想大家是知道的 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个子太矮,不管是发出的照片还是电视剧中的她 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那么没有滤镜美颜的她长什么样子呢? 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只不过五官没有平时那么精致 但也算是小家碧玉类型的 被称为格格的关小童,拥有一双让人羡慕的大长腿 从小美到大 即便到了没有美颜的电视,依旧还是美帝 满脸的胶原蛋白 只不过皮肤没有精修涂那么白皙 但五官还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再就是当红小花蛋养子,从家有儿女到现在一直很受大家的喜欢 童星本身关注度就很高,杨子自然也不例外 印象中杨子是小圆脸配上小酒窝 给人的感觉甜甜的 在电视镜头下皮肤状态很符合她的年龄 依旧是从小就美帝那个小雪 杨幂被大家称为带货女王 不管颜值还是身材都很出众 所出演的影视剧收视率都很不错 戏约代言不断 如今她更是家行的老板,不仅自己发展得越来越好 旗下的演员们都发展得很不错 在85花中颜值也是名列前茅的 可离开精修涂的杨幂,颜值还是有些差别 皮肤没有那么精致白皙 眼角处也有一些鱼尾纹,毕竟已经生过孩子 而且年龄也已经30多岁了 颜值状态美丽也算很不错 杨颖的美貌是圈内公认的 尤其是卷发造型更将她的五官衬托得精致立体 可笑起来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脸特别的僵硬 完全没有滤镜下的状态好 也难怪会有人质疑她整容了 气质也完全没有之前看起来好